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烦我了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爱呢 今天我来这家公司视察 我的家族有十一家这样的公司 两百多亿个这样的宝贱小妹 什么玩意儿 少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一段喵的不算故意算什么 对不起 把您的衣服弄脏了 我的喵的都吐血了 衣服有什么好关心的 我这是意大利手工缝制的全球限量版 很名贵的 总之是很名贵的 把您卖了都赔不起 我是正经的宝贱小妹 不是出来卖的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见到我的尊严 竟然有人敢对我动手 从未有过的感觉 难道这就是爱的心跳 一定是的 像我这种土豪 对这种身份卑微 不善打扮 却擅长抽热耳光的平凡女子 简直毫无抵抗力 你也不做 做我女朋友吧 不行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女孩 你还没带我做豪华游挺环游世界 没有在两万英尺的热气球上强吻我 没有在铺满玫瑰花的田野里向我去爱 还有 我们要无理取闹地吵架 和好 决裂 再吵架 再和好 这样我才能做你女朋友 哦 这么麻烦 那算了 再见啊 等一下 不要走 我发现 就在你转身的那一刻 我已经爱上你了 真的吗 我终于获得了真挚的爱情 你们不能在一起 大妈 你谁啊 吹吹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没结过面算哪门子青梅竹马呀 乱有成语 富分滚醋好吗 我这么漂亮 而你却为了这样一个打扮吐气 又胖又丑的女人抛弃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无论